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死巴拉斯 之前有粉丝留言说自己被一部叫做超时空猎杀的电影给雷到了 顺便推荐我去挑战挑战 这关键是底下还有一帮粉丝点赞 真是开玩笑 我想苏西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倒要看看你这电影能玩出什么话 牛逼牛逼是在下输了 总之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看这部沙丢电影吧 发生在未来的2860年 此时地球上出现了虫洞 于是有一些人便趁此机会悄悄偷渡回了古代 这自然不可避免的对现代人造成了影响 使得部分人类变成了人渣 面霸见词表示点赞 咱们先抛开这个老套的设定不谈 我就好奇这帮人到底图个啥 我只听说过有人愿意偷渡到发达地区当旗盖 还没有听说过有人偷渡非洲当酋长为了受人魔吧 这古代一没空调 二还没WiFi 你们回去难道就是为了吃有机蔬菜 为了修复这帮憨憨对时空造成的影响呢 一个擅长进行时间管理的使管局应运而生 然而就在这一天 一个人拿着平板电脑操控着一个高科技机器人 悄悄潜入到了这里 瞧着简约而不是高端的造型 瞧着轻盈而代替调体的步伐 瞧着 这 对不起我变不下去 看着这个明明是2860年 却连青少年机器人竞赛都进不去的科技产物 让我一度回想起了上海堡垒里 路还从桌上拿起了那个20年前的小灵通的扯淡情节 这也许就是一种传承吧 虽然机器人亮了一下 一帮持枪人员便很快开枪突破了这个高达两名保安把守的关卡 所以说大飞周遭都弄了这个机型 搞了半天原来就是个闪光弹吧 在进入使馆局后 他们利用虫洞穿越到了过去 通过他们留下的录像可以得知 这个带头的原本是使馆局的守卫队长 在这五年里 他们总共穿越回古代执行过五次任务 期间牺牲了62名弟兄 为了终止这场闹剧 他勒励时间管理局罗局长关闭虫洞 这样他们就归隐山林 如果不然他就这样颠覆历史 让世界感受到他的痛处 其实说什么 看到这里我是真的搞不懂 你一个2860年的超未来科技部队 草草使用冷兵器的古代执行任务 是怎么做到平均每次能死上十几个人的 我哪怕当你不能暴露现代的武器 但你花上个30块钱 在淘宝买件房具总没有问题吧 不懂打仗 国道摔得不错 你咋不去饭店刀厨子呢 总之为了对付这帮叛徒 局长就派手底下的一个妹子 也就是咱们的女主 去个叫鬼域的地方 接一位大神出山 据他所说 那里是使馆值保密级别最高的监狱 结果到那里一看 好家伙 大姐们配电子锁 甚至这个电子锁连密码都不需要 一路走一路自动开 更过分的是 观仰咱们这位大神的牢房 看看这个门尼妈都秀成什么样了 原来这就是2860年的未来最强监狱吗 赵三狂使并顺手给你点了个赞 之后这位大神也就是咱们的男主与局长开始了谈判 据此我们得知 他曾经是使馆局的上一任队长 在一次任务中 局长不得不提前关闭重洞 导致他全队阵亡 当时他便拿枪吓唬了一下局长 然后就被丢到监狱关了五年 说吧 你的条件是什么 很简单 事成之后你要把重洞的钥匙给我 我要撤底关掉他 最终局长答应了他关闭重洞的条件 虽然我们很懂他既然能够允许关闭重洞 那一开始就答应那帮队员要求不就屁是没有吗 之后男主便带队穿过重洞来到了战国时期 根据时间地点判断 反叛小队打算干预的历史事件为 金柯次擒王 幸运的是没有过多久队员就报告 说是在听到一个小屋传来过枪声 男主表示应该再观察一下 队员则表示 你走你就走 我有我献上 怪不得这使馆局的人 每次执行任务都能死一堆人 搞了半天 原来是一个个脑子里装的都是百花蛤草水 果不起来 进门没多久 他们就吃到了手雷陷阱 除了主角全员暴毙 正当反派队员小强准备补刀的时候 队长表示这是他熟人 两人因此活了下来 爬过一劫的主角们 没多久就在客栈找到了他们 男主表示只要你跟我回去 局长就答应关闭重洞 队长听到这儿便同意了 但小强认为他们已经回不了头了 顺便把金柯的尸体给抬了上来 哇那个青娘类 这可真是风潇潇吸 易水寒 装食还没去就被枪毙吸 你妈怎么玩 随后小强干脆一不做二不修 直接在队长心脏上开了个洞 回头一看主角俩早已奔撤卖流 到了第二天 他便假扮成金柯进了宫 准备给秦始皇来上一枪 以彻底颠覆未来世界 啊至少让这个话 再也不能天天发展性找人打钱了 而主角这边自然得是阻止他杀掉秦始皇 通过瞄准进反光 主角很快便找到了他的位置 同时幸运的发现了一个巨弩 但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用他来瞄准小强 而是往反方向转了一个角度 咋的 你是要绕地球一圈射死他呀 我还以为你是要玩血血 却没想到你还玩吃几何血 这刁端的角度一击必杀 这是卢老爷看了都得泪目 在解决掉小强之后 他们必须还原金柯刺琴的历史 但问题是金柯已经被枪毙了 所以只能由男主假扮成他去完成任务 但就您穿的这一身破布 加上头顶的这个老改犯寸头 要是我是秦始皇 今天不用板子把你打出屎来算 你拉得干净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反派小队队长身着 古装突然登场 也别问我他是怎么 生龙皇虎活过来的 我们就当他穿着复活奖吧 就这样 假扮成金柯的队长 成功纠正了历史 而女主也通过虫斗回到了现代 不是 男主人呢 不是 你们为啥找女主啊 就在他嚷嚷着要见局长之时 只听得一句 我是局长 这里 我说了算 我是谁 我在哪 到底发生了啥 故事到此 戛然而止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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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的表情就跟女主脸上的一样精彩 讲真的 这一个多钟头 我去看上海堡垒起码都能图个乐子 看这部电影 我都不知道最后看了个啥 难不成你还要出续集 这玩意儿要是能出续集 我 我还是要把持屏幕了